大陸自駕旅行團疫情八天擴散十一省 甘肅成為重災區 關閉所有景區暫停旅遊活動 內蒙古政府旅遊旺季 造成上萬旅客滯留隔離 南韓第四波大流行消退中 完整接種者超過七成 未來和疫情共存 十一月起分階段陸續解封 目標恢復南韓經濟和生活常態 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決議 由中國大陸取得代表權席位 屆滿50周年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發表講話 只該決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並暗批美國霸權 表示國際規則只能由聯合國 193個會員國制定 疫情下日本許多店面和車站角落 出現各種扭蛋機 營業額甚至超過預期兩倍 還有餐廳利用冷凍自動販賣機 24小時營業成為地方美食國招牌 日本小麗園海底火山八月大量噴發 千里外的沖繩港口沿岸 現在出現大量浮沿 度假飯店旁白色沙灘被染灰 海上保安廳巡邏船故障無法航行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回來 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我們頭條選擇的 是這個週末 或許您跟朋友的話題有提到的 就是美國片場弄假成真的 槍殺意外殘案 由於這個男星在台灣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相信您不陌生 就是雅力鮑德溫 在週四的時候 他在片場用道具槍 沒有想到發出實彈 誤殺了攝影指導 而一旁的導演呢 現在證實遭到波及 受到肩部槍傷 檢方已經開始調查 他調查的重點是 道具槍交給這個男星雅力鮑德溫之前 是誰負責檢查槍支的工作 因此這個環節的失職人員 將是主要的究責對象 那美國的法律界認為 男星雅力鮑德溫 由於全部知情 因此他不太可能被起訴 調查了三天證據顯示 這個片子的副導演 可能就是出問題的環節 意外身亡的這位攝影指導才42歲 是烏克蘭到美國發展的攝影 鮑德溫在事發之後 立刻跟他的丈夫和兒子見面 雅力鮑德溫也發表了非常沉痛的聲明 對好萊塢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意外慘案 百名的工作人員發起燭光晚會哀悼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目前爭辦的進度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 也是全新的消息 同時大出人意外 在疫情這一年半來 醫用的藍色手套各國都非常需要 全球可以說是搶破了頭了 供不應求 這時候CNN調查發現 泰國出現了黑心業者 回收應該只能用一次的醫療手套 在泰國簡單清洗之後 它主要的外銷市場是美國 美國進口商收到之後發現很有問題 因為這個進口商並不是共犯結構 他們下大量訂單的時候 要的是全新的藍色醫用手套 而這些二用手套泰國工廠不但蒙騙 而且大喇喇的上面連血跡都沒有擦乾淨 美國有關單位是慢半拍了 進口商通報給FDA之後 美國只是從同一家泰國公司查到 進口了28個貨櫃超過了8000萬個回收手套入境美國 一直耽誤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沒有採取任何積極作為 使得美國現在市面上還有醫療第一線 有數百萬的人都深陷危機當中 在報告後面提醒我們 其實歐洲的疫情已經開始反撲 也許到了今年歲末的時候發現疫情根本都沒有過去 中國的情況不好 中國的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就是那個從上海出發的自駕旅行團 他們去過的省份又從這些省份再擴散開來 旅行團的關聯病例一直在增加 過了一個週末 目前被他們燒到的省份已經有11個省 在北京的豐台昌平海淀區都有確診 已經要準備辦冬季奧運了 北京是特別緊張 而且北京這次有確診病例 出現了發燒症狀 那麼還冤人打麻將 於是5個人全部都感染 因此北京嚴格升級控管人流 執行非必要不要進北京 不要回北京 這可以說是在疫情捲土重來之後 北京最嚴格的限制令 另外遠到甘肅 這是疫情的發燒地 甘肅所有的景區都停了 內蒙古的厄吉納奇 有超過萬名遊客都被要求停在那裡 這些遊客玩完了回不了家 變成滯留 先解一完再說 好 Focus現在幾乎盡量每一天都會從 國際新聞或者是從中國這邊的角度 來看美中台現在一個相對比較緊繃 而且大受國際矚目的關係 今天我們看的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星期一在北京舉行了一個 中國進入聯合國半世紀的紀念活動上 他按批美國力挺台灣 有意義參與聯合國的舉動 另外一方面的再度重申 中國方面堅持和平的決心和意志 但是中國在宣誓和平的同時呢 中國已經第一次跟俄羅斯展開聯合巡航 日本感到很大的威脅 所以近日展開30年來最大規模的路上自衛隊演習備戰 國際之間這樣的一個互動方式 充滿了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 而英國外相站在美國的陣線說 英國不可以在經貿上依賴中國 而且不應該讓中國參與關鍵的基礎建設 對中國防備的態度一直有 但是最近表態的特別積極 特別明顯 那麼當前兩岸局勢持續緊張 當然是很有關係 美國對台灣的戰略一再的模糊 而且在模糊跟清楚之間開始搖擺 那麼外界對於誤解和誤判 可能引發衝突都產生了極高的壓力 好 廣告之後我們要來看的是 各國其實在疫情跟經濟兼顧解封以後 都有很多新的商機 但是你熟悉的日本扭蛋現在是完全翻新 裡面的報導非常有趣 還有日本出現了餐廳的自動販賣機 24個小時賣餐廳美味 在日本你可以買到廣島炸牡蠣 那麼待會來看看 還有這個鮭魚飯上面 這個新鮮飽滿美味的鮭魚 待會一起到日本到東京來了解 好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我們來看一下在接近歲末一些讓人覺得比較喜樂的鏡頭和事件 也就是很多節慶開始回歸了 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周日架起了第一座碟人塔 馬德里一年一度的遷徙放牧節也回來了 市中心街道上積滿了上千之羊 千禧過境 民眾列隊為官 心裡也很開心 墨西哥公益師家景 為睽違兩年的亡靈節大遊行做準備 估計今年會吸引到大概200萬人來參與 大家都懵壞了 在這些節慶當中 重新帶給我們對於歡樂的嚮往 好 明年的春節來得很快 2月1號剛好就是大年初一 會不會因為我們台灣回國隔離的 不管是方法天數有改變 而使得大家出國的意願大增呢 日本非常有可能是許多人的首選 來看一下這次的日本有哪些變化 第一個就是日本在今年出現了各式各樣最新的扭蛋機 符合便宜簡單離家近的休閒需求 營業額超出當初疫情翻了兩倍 你待會看到那些玄奇的扭蛋 你就知道為什麼扭蛋的生意特別夯 另外全日本在一年多來 關了800家外食連鎖店 相當於餐飲的8.6% 餐廳開始利用新的美食自動販賣機 24個小時營業可以用自動販賣機 買到餐廳裡面的美食 比方向廣島炸牡蠣 我們看一下這些機器現在還打算放到國外 剛剛報告最後看到令人失職打動的炸牡蠣 那是廣島的養殖 不過日本南方海域現在漁業受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在畫面上一定會看到非常像是咖啡奶泡浮在南方很多海域的海潮上 那是因為日本在8月份的時候外海有一個小麗圓珠島海底火山大噴發 這些噴發出來高量的火山碎石隨著洋流現在已經流漂到沖繩一帶九州一帶 那麼導致了不只是海產出現了問題 漁船甚至日本自己的保安廳巡邏艇都因為引擎吸入這些碎石而故障 海產的受難是因為魚類吃了這一些火山碎石 因此消化不良而死亡 這一波浮炎衝擊到疫後的經濟回穩 而且也讓南方的水域安全出現了國安漏洞 在中國之外亞洲幾個主要的大型國際都市的疫情都已經退燒了 現在南韓第四波的大流行已經在迅速消退 最主要是南韓這個國家疫苗供應充分 他們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已經突破了七成 因此達到群體免疫 南韓的集管廳週一召開公聽會第一次公開了解封草案 十一月份南韓要完全進入和疫情共存的模式 首先它會放寬民生設施的營業實現 十二月南韓的室外不用戴口罩 在戶外完全不用戴口罩 那麼至於最關鍵的限聚令 明年一月下旬才會明朗 南韓總統文在寅在今天發表日內 最後一場施政演說 他承認在他卸任之前南韓一定可以恢復日常生活 一起來了解南韓的大結封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期的同一時間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